前土团党党员莫哈默阿纳斯和党主席慕尤丁的恩怨可说是剪不断理还乱 阿纳斯早前就因为不满慕尤丁的领导而带着500人退党 不过慕尤丁随后又说阿纳斯其实是公正党的人 结果就引起了阿纳斯强烈的不满 不过他却要求道歉不果 所以就决定要在今天来到法庭提出诉讼 控告慕尤丁诽谤 莫哈默阿纳斯控诉慕尤丁今年4月在国会走廊外 污蔑他是公正党党员严重影响他的名誉 因此今天正式入兵法庭 要求对方为自己无中生有的言论赔偿1000万令吉 阿纳斯还说他的两名妻子都是 专科医生其中一人还是森美兰医药理事会主席 全家在当地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但因为慕尤丁的诽谤不只破坏了全家名誉 还饱受舆论压力让他对慕尤丁更加失望 他同时抨击慕尤丁心高气傲 从来不把人民和党员放在眼里 秉持一言堂领袖的作风 没有商量的余地 而且一直利用前首相敦马哈迪的影响力 撑起土团党 完全没有领袖风范 是一位彻底失败的领导人 他强调现在的土团党是巫统的副制品 将来很有可能靠拢 甚至和巫统合作 党员如果继续留在党内 只会越来越失望 八度空间林晓彤 吉隆坡报导